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太阳系和周围的空间里 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事件 这就是飞船不断上升和打捞太空垃圾的日常活动 不仅是我们在那里丢弃的太空垃圾 还有数百万年来一直存在的太空垃圾 被击落的飞行器 尸体和设备 谁要上去呢 我们要去那里收集它 人类文明 这些公司已将主要的火箭公司外包出去发射这些飞行器 现在已经有了空间站 这些技术人员和机械师一直在那里 他们正在收集这些材料 并将其放在这些太空舱上 将其送回地球 在那里的海洋中回收这些材料 然后将其带回我们的实验室 研究它是纤维 金属 复合材料还是身体 这是太空垃圾不是吗 太空垃圾 就像这里的垃圾一样 仍然可以使用 回收 我们可以从中学习 因为很多这种东西不是在地球上制造的 还有更多的东西在四处漂浮 整个太阳系都充满了漂浮的太空垃圾 有些是已经损坏或爆炸的飞船 旧卫星已经死了对吧 是的 顺便说一句 不是地球起源的旧卫星和类似的东西 我们还发现了许多无人机 它们来自于地外文明 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总统提议组建太空军其中一项任务 是打捞上面的卫星 对 那只是一个表面的实体 没那么多秘密 但我说的是为那些有钱的人准备的 他们可以收集这些东西 然后逆向工程 将它们用于产品生产 关于太空军的整件事 我有点想笑 因为自1990年以来 这已经在发生了 所以他们会说 好吧 我们需要140亿美元或其他什么来组建这支太空军 这就有点像秘密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早在以前就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 正规的宇航局对此一无所知 你知道这只是一个掩盖 所以我认为 只是为了让美国人民用他们的税款来支持这个计划 我们说 现在我们要建设一支太空部队了 我们已经具备了从太空发射导弹的能力 你知道 20年前 我们已经有了高能激光束 可以射向地球 射入太空 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 有星的卫星正在发射 它们有非常高功率的望远镜和跟踪系统 可以跟踪太阳系深处的物体 所以我们知道每一块碎片都在哪里 以及它是否在自己的动力下移动 有传言说有一颗卫星叫黑骑士卫星 我们可能也在寻找吗 我对此了解不多 我不怎么研究网上流行文化的东西 我只知道外面有这样的装置 非常大的飞行器被击落了 它们只是漂浮在太空中 一些在绕越轨道上 围绕附近的其他行星 围绕太阳 所以它们只是偶尔出现 但它们处于某种椭圆轨道上 它们每天都会来到地球附近 它们可以出去看看这个庞然大物是什么 是小行星吗 还是一艘被遗弃的飞船 它们去那里尽最大努力打捞回来 埃莫里 你已经说过太空站在上面了 上面还有什么 上面还有其他太空站 今天正在建造的太空站大小大致相同 只是有点不同 这些是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的住所 它们不仅要清除所有的打捞物 还要控制距离稍远的不同类型的卫星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可以在太阳系周围机动的无人驾驶卫星 这些人在控制 但出于某种原因 它们在那里做这件事比在地球上更容易 现在有什么样的公司参与这类工作 所有的航空航天科学公司我不能说名字 但我们认识 你们已经认识它们了 它们下面也有子实体 它们在这些公司下面设立子公司 让人觉得它们不是真的在那个公司 这取决于发生了什么 有很多你没有听说过的太空事故 所以军方会联系这些公司 说 嘿 你好 我们在那里发生了一些故障 如果可以的话 你会帮我修理卫星或者拿回来吗 它们有自己的小型航天飞机 比我们的航天飞机还小 它们在太空和大气层外运行 还有更小的类似吊舱的东西 就像一个摩托车舱 可以公里到两个人在太空中穿梭 它也一直在轨道上 与航天飞机和空间站对接 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杀手级卫星 它可以发射电磁耐冲 在半秒内完全摧毁一颗卫星 使其完全失效 它们有特殊的卫星和雷达 可以捕捉到这些类型的电磁脉冲爆发 所以它们基本可以三角测量 定位出它的确切来源 它是从哪里来的 是谁把它送到那里的 地球上所有离开大气层的东西都受到监控 因此所以如果有公司或国家 向大气层发射任何东西 那将会是一颗高威胁卫星 它们会密切监视它 看看它传递的是什么频率 还会用射线拍摄它 基本上就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把它挑出来 多年前苏联向火星的一颗卫星周围发射了一颗卫星 有一张不明物体接近卫星的照片 突然那颗卫星坏了 我想那是一艘外星飞船 很有可能 任何离开我们大气层的东西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 都会受到严格的监视 它们知道这些卫星背后的意图 它们可能会告诉你 只想看看火星上的岩石 但实际上 也许它们是想在火星上投一枚炸弹 看看并测量频率 大气层的变化等等 有很多秘密项目被发射到太空 我们被告知 这只是为了太空探索这个那个的 但实际上 它们还有一些负面异程 一旦升空后如何回收 是的 它们有更小的航天飞机 它们有像你在旧航天飞机上看到的吊杆壁 这些东西都很过时 就太空打捞而言 这些都不是反重力的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式 荣然使用火箭燃料 将物资运送到那里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这些火箭 一直在那里发射 这些小太空车 有这些螃蟹壁 可以找到非常小的物体 然后带回航天飞机 再回到空间站 这只是持续不断的日常活动 当你谈到取回尸体时 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尸体 太空中发生过事故 不时有一具尸体被送回 可能是一个人 一个外星人 它们不是在地球上出生的 它们可能是杂交种 是的 收集了许多不同物种 有人类DNA吗 有人类的基因 所有的外星人都有人类基因 它们会在雷达上发现这些 收集 装在这些胶囊里送回地球 你会得到不同的纤维 不同类型的金属 也可能捡到完整的飞船 但它们不能把它带回地面 太大了 它通常太大了 或者它们担心 如果它们把它送下去 它就会燃烧起来 或者它真的会伤害到别人 污染 也许会污染 所以它们所做的是派这些打捞人员去那里拆开飞船 或者对它进行记录和录像 尽可能多地学习 取下它的碎片 用非常先进的雷达技术拍摄它 看看墙里有什么 看看推进装置是什么 诸如此类 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我刚刚看到了一些金属碎片 武器 医疗设备 尸体 飞船部件 飞船推进装置 它们把它们带回了 我所在的地下设施中的保密项目中 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储存区 当然 尸体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 这些就是我所看到的 你见过的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是什么 我认为材料本身 当它们对它进行所有的测试 结果发现这些金属 是我们地球上真正没有的 或者是某些金属的混合物 它们是如何把这些原子结合在一起 形成超级神奇的材料 我们今天用它来保护和植入各种东西 所以你对回收的金属 比对外星人的尸体更兴奋 你也得明白 我已经习惯了一直看到尸体 所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要知道 我们的整个世界可以因为一种可以保护我们的材料 一块透明的金属而改变 它们把它用在宇宙飞船上 武器上 飞机上 医疗上 因此 通过逆向工程或试图复制它 我们正在努力了解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项目 我称之为秘密宇航局 有人叫它秘密太空计划 还有其他流行文化术语 但它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它们有非常先进的航天飞机 非常先进的宇航服 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又大又笨重的灯月太空服 这些是轻便的对吧 这些都是经过逆向工程设计的非常灵活 非常可移动 非常坚固的材料 头盔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变量和变暗 它有自己的大气 你可以穿着这些衣服存活很多田 至于呼吸 大小便 这些类型的太空服都会考虑在内 飞行员那种紧身的 不 不是加压服 但你见过这些铁人三项运动员吗 当他们在海洋中游泳时 他们有时会穿上这些皮肤衣 或者那种潜水员穿的全套潜水服 想象一下 把那套蓬松的大制服缩小到非常紧身的程度 在那里你可以四处走动 你可以四处走动 它到处都有关节 完全封闭了 它非常灵巧 这一切都是一体的 它实际上是用拉链锁在人的背部 头盔连接在项圈上的铝制框架上 这是一块巨大的玻璃 有四个部分 玻璃之间有金属隔开 但它更像是四边形或五边形 里面有一个平式显示器 您还可以看到从中心传输的实时视频 如果我愿意的话 我真的可以看到你在看什么 你知道 它可能是声控的 通常有一个计算机同时连接四到五名宇航员 鞋子是独立的吗 手套 鞋子和头盔都不是独立的 它们都是用这种非常轻的铝制成的 它们卡入病密封 上面有一个按钮 一旦制服被密封 就会给它加压 制服上到处都是传感器 可以知道是否有任何类型的压力中断 任何泄漏之类的 最酷的是 脚 头盔和手之所以分开 是因为这些部位通常有撕裂等问题 它们内部会自动安装橡胶密封圈 比方说我割破了手套 它会立即加压 这样我就不会失去整套防护服的压力 哦 我明白了 这些东西中的很多都是基于防弹植物 树叶等 它们是从传送门旅行中逆向工程而来的 还有它们从其他外星人那里弄来服装的逆向工程 诸如此类的东西 所以它绝对不是我们正在使用的东西 当我在陆地上使用超级套装时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经过逆向工程的 其中很多是由石木锡和钛混合制成的 埃莫里 我们自己的设备和卫星有什么能力 我们的卫星拍摄可以放大到非常非常高的清晰度 这与我们现有的任何卫星都不同 还能看到许多不同的光谱 现在我们可以向太空拍摄看看 有什么飞船飞来里面有多少人 上面的卫星也是如此 实际上 我们可以从非常非常远的地方扫描这些卫星 看到里面的所有组件 看看它们是否携带不获放射性物质 并在几秒钟内将这些信息传回地球 这样我们就知道这是否是一种威胁 如果其他国家知道我们正在回收太空碎片 它们会不会生气 不 更多的考虑公司合作 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遍布世界各地 但它们都在承包工程 你知道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根本不知道把什么送上了太空 那是合同 是机密 这是一个非常受控的环境 就像我们在这里能做的事情一样 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这些公司对此有很强的控制力 顺便说一句 没有人会去揭露这一点 我的意思是 他们回来后会对中国政府说 我们刚刚捡到了你们的一颗死卫星 你想拿回来吗 反正这帮人也不需要这么做 但如果他们想要的话 如果他不能正常工作 他们就可以拿走他 至于他们愿不愿意通知中国的航天局 那就由他们自己决定了 我不认为他们会 你知道 没有什么比煽动战争或夺取别人的财产更严重的了 因为那是别人的财产 无论是否受损的 无论是一颗活跃的卫星 活跃的空间站还是一个物体 它都是某种起源的财产 我们找到的最有趣的东西之一 是在一块十英尺长的金属片上 有一条类似爬行动物的手臂 后来我们发现这是某种武器 但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不知道 这只手臂是爬行动物青蛙般的手臂 有三根手指 所以我想让你想象一下 这只长臂和这根十英尺长的毛 光是手臂就可能有四五英尺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生物 手和手指被塑造成了这把巨毛 身体的其他部分怎么了 我们不知道我们再也没有找到其他东西 但我们以前也发现过类似这种手臂的尸体 我在项目中看到过这些 我不知道具体的种族 我所知道的是 它们从手臂上取下基因时 它与这种金属的基因相匹配 金属中含有基因 所以有某种联系 它看起来真的像是魔素的 你知道 我们最初以为它可能只是因为飞船爆炸而融化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后来发现 它可以以某种方式将手放在金属中 并操作这种武器 你必须明白 那里发生了很多非常危险的事情 通过将这些太空垃圾带回地球 对其进行逆向工程 增强我们的太空技术 我们的宇航服和飞船等等 让我们能够登上下一个台阶 无论这是否会很快解密 我确实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听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换雨航服了 我没有看过他们 我是通过小道消息听到的 为什么外星人不来取回他们自己的东西 我相信他们会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做 但他们也希望远离这个地区 远离这种氛围 让我们茁壮成长 他们看着我们 看着我们在做什么 很多时候 他们故意把东西放在太空里 让我们找到 以帮助我们 他们把东西植入太空 是的 他们在上面植入东西 因此他们这样做 是为了激励我们对事物进行逆向工程 并帮助我们实现地球上 一直以来的许多科学突破 你认为我们的星球在宇宙中有多独特 哦 它绝对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 拥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物种和美丽的大气层 这个星球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了 它被造访过数百万次 在它的整个生命过程中 在地球上也有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文明 你知道有谁被发射到太空去取回任何物体吗 是的 当然 我的同事们 他们回来时有没有带回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他们的另一个惊人发现是 它看起来像一个篮球 但却是一个完美的球体水晶 而且密度非常非常高 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有意识的飞行器 因为他们认为它是自己移动的 别忘了 所有的东西都在外大气层中被绘制 直到太空垃圾 他们追踪所有这些东西 所以他把这个装置带回来了 他们对它非常谨慎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因为一块玻璃在那里 是不可能像这样保存下来的 对对 很明显 它有某种其他的材料 或者 这可能是一种文明 也许这是一个飞船 谁知道呢 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把它带回地球 因为你在太空不能做正确的测试 在上面我们没有合适的设备 合适的实验室 它看起来不像一块费金属 这是肯定的 他们把它拿到了航天飞机上 把它放进了其中一个太空舱 并把它带回了地球 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有什么事吗 他们发现这是某种能量装置 他们仍然无法破解上面的任何类型的代码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说的是94到95年的事 我听说从那以后 他们收集了更多的这些 我的几个同事已经告诉我了 但这绝对是一种充满能量的设备 可以从任何地方提取能量 它会发出特殊的治疗频率 他们对它周围的生长细胞 植物细胞进行了测试 人类细胞 动物细胞 真菌 各种惊人的测试 埃莫里 你说了上面可能存在一些报废的飞船 我们能识别出其中的任何一个吗 它们可能起源于哪里 我们在保密实验室里 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的一部分 比如研究特定的外星天体 然后 它们把我拉到这个有生物的飞船上 我完全不知情 我不能问这些问题 除非被要求 否则你什么都不能做 这就是为什么我才能每三个月提高一次安全等级 所以发生的事情是你去那里 我们甚至会对飞船进行采样 把它拿回来 我们将其与外星人的基因进行核对 许多不同的飞船和身体 所以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个职位如此感兴趣和上瘾的原因 因为这就像在看宇宙物种的百科全书 看到这个一定很兴奋 这是最深刻的事情 尤其是看到了真实的尸体 照片 视频和尸体解剖 这些都是我在那里之前就已经录制好的 要知道这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 它们将物种与船只和尸体交叉匹配 看看它们来自哪里 所以它们正在做一个巨大的基因 和飞船的数型数据库 它们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并把它录入这些保密的计算机系统 我知道其中一个主要数据库 在新墓西哥州的一个地下设施里 另一个被保存在太空的保险库里 太空中有个保险库 那是我们的太空种子库 对 海洋里还有一个地下设施 所以大概有三四个保险库 保存着这些无法被黑客破解的数据 一旦放进去就不能发送信号了 也不能上传 必须手动输入这些数据 我觉得这很古老 但同时 这可能是最明智的做法 打捞工作还会继续吗 是的 我认为这将是一笔大生意 因为平民社区呼吁清理已经存在的太空垃圾 所以我不会感到惊讶 也许在六个月内 他们可能会站出来说 我们需要开始清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后来他们会说 好吧 顺便说一下我们发现了另一块奇怪的垃圾 其实他们已经做了二十年了 谢谢你上揭露宇宙 艾莫莉 谢谢你邀请我乔治